給了河庫隊 昨天是5比2 在這個捷運大戰 打敗了台北線隊 5比2 曾志珍總教練 打敗了謝長文總教練 率領了台北線隊 這個球 打給博弈的投手 自殺了台北市隊的第3棒 陳中虹 形成了一出局 這個球李居官下丘的速度 做得不錯 所以也讓一雷手 在拋球的時候 比較有充裕的時間 這個反應要養成 做得很好 打擊要輪到的是第4棒的 溫志祥 上一次打擊是遭到了三陣 第一個球 蠻刁鑽的 取得了好球術 溫志祥 有長打能力 又一雙快腿 變外車的壞球 溫志祥 當年是以 十萬塊錢美金的簽約金 被小熊隊 牽走 只打了一年就回來 那當然他也是有一些受傷了 然後在新人聯盟打擊的就一拳多 對 被釋出的理由就有提到他受傷的原因 嗯 今天這個小曲球非常的漂亮 兩好一壞 哇 水 這個球結果裁判判壞球 這個球在現場我們撤到了144公里 時速來到144公里 嗯哼 哇 條中啊 溫志祥 揮棒落空 遭到了三陣 兩出局 哇 李季冠 這場比賽 兩次面對溫志祥 都把他給三陣 前面那個效果 就是他一個快速球塞進去 然後 再來 配合這個滑球 效果就非常的好 一定有刻意要把重心留住 但是球的位置還是掌握不理想 打擊輪到的是第五棒的楊俊凱 投點 這個球投手處理嗎 結果接球的時候 楊俊凱是第一雷雷包 只剩下一步了 內亞安打 抽出了 投點一支內亞安打 哇 結果 江俊凱 跑太賣力了 腳是不是有點拉到 還是抽筋 抽筋的話還好 就怕拉傷 對 怕的是拉傷 你居然你看這個下球的過程 其實有一點狀況 就是 重心不穩 給它滑倒 你看 那個碎步 那這個要處理球 就不容易了 哇 拉傷了 哇 跑得非常的賣力 欸 哇 哇 這應該是抽筋 拉傷了瞬間 整個那個力道就釋放掉了 就滑倒 變一腳在跳 還能跑完 應該就是抽筋 抽筋的話 也是要稍微休息一下 把那個筋再拉開 不過 決定還是換代跑了 現在台北市隊還是 決定換代跑了 李建東 上去代跑 台北市隊也是一個人 要當兩個人用 李建東也是 他可以當投手的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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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出局之後 台北市隊上一壘 打球輪到第六棒的邱俊文 好 好 邱俊文喔 如果回家看電視 一定會覺得很悶 他上一次打擊的那個飛球 被吳明儀啊 喔 變魔術 然後接殺 然後判出局 這樣 不會啦 他只會講 啊 誤判 哈哈哈哈 他都已經過去了 對 他會說 吳明儀你演技真的太好 對對對 太強了 那個球 落地 因為一次看那個球 如果接觸到地面 就算是落地了 沒錯 你就算手套壓著 那也是算落地的 安打 又打到又外野 這會兒呢 吳明儀向後退 把這個飛球給接殺了 四局的下半 台北市隊有一局安打 但是並沒有得分 還是一比零領先